哇!小火子民道已經超過一千人了! 他說送比特寬喔! 還有他有些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想多謝大家喔! 不如一起聽聽吧!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民道! 哈哈!這個說話已經不知不覺監陪伴 各位兩三個月的啦!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怎麼看小弟呢? 今集就是有些東西想跟大家說 今集並沒有任何的投資分析 但這集我也覺得很重要 第一件事就是多謝網友 第二件事就是想說回自己的 在做Youtuber開台 到今天的心路歷程 究竟要做些什麼? 亦都給一些新進的Youtuber 做Youtuber的人去一些 經歷的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做的 不妨聽聽吧! 最後一件事就是多謝各位網友支持 亦都想推動一下大家 了解虛擬貨幣 Bitcoin的 最後是大抽獎時間 應該是大抽獎的預告 到時再跟大家說 大家看到最後也正式開波了 開始! 一千訂閱 有感小火子 笑談人生 其實整件事就是很開心 還有 一會有三件事想說 先說第一件事 今天是2019年5月5日 今天是2019年5月5日 我開台好像是2019年2月1 2月初 到今天已經三個月 帶到一千人訂閱 十分之開心 達成了這個目標 其實之前都沒有定自己哪個目標 我想盡快到達一千訂閱 而 最後都沒有想過哪一天 總之我盡力去做 其實整個頻道的目的 就是想說自己想說的話題 亦都沒有說 在工作以外 有多個空間給我自己去 發掘自己 發掘一下別人 或者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分享自己的感受 就是這麼簡單 最後 今天是5月5日 看看這個頻道 已經是2015個訂閱者 亦都拍了幾多條影片 我八字一角真的不知道 我頭幾條真的拍得很辛苦 這麼難拍的 不是那麼容易拍的 要寫起稿 但到今天好像拍照已經變了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叫上班 又不是叫上班的 就是一個興趣 定期去做一件事 做運動 今天有多少條影片 我都不知道有這麼多 剛才看到原來是 已經去到 什麼 一 等等 一百六十幾條 還有幾二十條沒有出到 其實已經拍到百多二百條 真的好厲害 我自己 好厲害 但最厲害的就是 不是這些拍片 最厲害的是 就是有聘眾去聽 哈哈 那就滾下去了 啊 男人老狗不用說這麼多話的了 多謝 一句就說完 哈 第一一定要多謝 看我的影片的觀眾 訂閱我的頻道的東西 觀眾啦 不知道你們各位怎麼看小弟呢 也都覺得我的頻道是怎樣呢 可以留下言咯 哈哈 覺得我做的方向 不過其實呢 我都未必會 就是我會看完各位的那個 comment 意見 都會看的 今天的改不改呢 是我的 其實我真的 都覺得呢 做Youtube其實都是一個 空間給自己咯 那我會聽人意見 但是最重要就是 就是 留下自己本性咯 還有自己想做那個 意願 還有想做那個 方向咯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跟上班有什麼分別呢 那所以 各位留言給我啦 看看我有什麼地方去改進 我改都要改啦 改不到就 依 繼續依我想做的方向咯 那有些人都很多 留言給我的 那我就會說的啦 那就是今天 2019年5月5號 達成目標好多事想分享 多謝 一句說完了 多謝各位支持 如果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仔 不知道是不是 是否按了這個大抽獎進來 哈哈 其實我這個頻道呢 不是只講錢的 很多東西都有分享 除了Bitcoin ETF 啊 工作啊 人生啊 很多東西都分享咯 歡迎大家收看咯 也都 看 未看的朋友仔 看之前的影片咯 有時間 那又覺得 當 什麼 洗澡啊 去廁所啊 我經常都是這樣 可以 去廁所的時候呢 聽一下不同的頻道咯 也都聽幾個咯 很多時候都五哥啊 或者是 網上世界啊 都有聽咯 那他們的影片都很有 價值的 那有時間大家可以看看 那又回到這集咯 總之多謝 希望大家 有時間看我的頻道 那 看開的朋友仔呢 都真的很 多謝 有幾個網友一會 都會跟大家說咯 他都很支持我 好多留言 很多意見給我 我都會看的 聽不聽呢 我就 自己決定咯 這個東西 新來的朋友仔也好 舊來的朋友仔也好 都 知道我頻道呢 其實說的東西真的很難悶 其實就沒有人說咯 除了扭之外 其實其他東西都是沒有什麼人說的 ETF比特幣 日常啊 心靈這些 這些圖真的很有 很有回憶 這些圖呢 就是我剛剛做 這個 Youtube的時候 弄的圖 不懂得弄 我覺得已經弄得很漂亮的了 但是 一路改進咯 還有 做自己想做的事咯 就算那件事沒有人看 沒有人了解 沒有人知道也好 其實ETF很重要 我覺得 ETF和比特幣 可能未必個個對 但ETF我覺得 比較大部分人知道咯 但其實真的很少人看 啊 不管啦 總之我自己喜歡做就去馬啦 最後整整整整 這些圖呢 想起呢 有隻Game呢 吞食天地2 打爆機的時候呢 會出那些 每一關打完大佬最後的圖 馬上好像 現在好像翻翻出來 我剛才做的都覺得 這麼感動 我做了這麼久 都挺有趣啊 都現在有些事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幾個 這兩個月的心態和經歷 今集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想分享自己做 Youtube的心路歷程 還有 啊 給一些新手Youtube 或者是 我自己都新手 自己講到自己不是新手一樣 我想起小朋友呢 說什麼 什麼 啊 大過了你就明白的了 我心想你自己都不要大過 那一樣啦 那我們這個 頻道呢 都想給大家一個參考 那自己 開始到現在呢 就是看五哥的頻道開始先的 那在12月呢 其實已經開始看五哥 看看一下呢 其實自己都有點知識 或者 不是知識的 有少少經驗 還有少少 有少少 有少少經驗的能力 那自己開始做 但是其實背後有很多事情做了 可能各位網友 不知道咯 那就是想分享給大家聽 知道Youtuber或者做Youtube那個 背後要做些什麼 其實之前見到五哥呢 整個 製作的網 其實我之前都在學著 那剛好又有Youtube 那就一次過自己做完Youtube咯 前期工作都很多的 不要以為都 我一開始都以為很簡單 拿著個電話 就這樣說都OK 但其實如果這樣就說 應該沒什麼人看 我又不出樣子 那所以 大家對他的樣子 有沒有什麼幻想 不知道 前期工作來講呢 如果有些新進的網友 新進的Youtube 可以學一下自己做Wordpress 做出來呢 其實這個網呢 是都 靚仔一點 不用在手機上打幾隻字 我覺得靚仔一點 那就是做小火子的Logo 這個Logo呢 有初版和進階版 這個已經是進階版 這個已經是進階版 這個初版 這個已經是進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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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自己找個火子 加兩隻眼 那之後呢 找個Friend設計幫我 那他就更漂亮 那然後想一下Youtube要做什麼 因為自己沒有什麼提材 沒有方向 那最後呢 就說一些 很建議一些新進的朋友仔 不要只想別人想聽什麼 最重要是說自己想說些什麼 因為如果不是你很難持續下去 因為始終都 如果你真的想做得好 每天出片 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說一些你不想說的話 那我持續去做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透過五哥去分享 要持續做才有用 所以持續做 那之後呢 好像有了一個慣性 那樣 都沒想過要花那麼多時間 所以日日上學 如果大家想開始做 真的要持之而行 好像五哥說 要21天 21天 你熬到其實就會習慣 你熬不到 那其實有點辛苦 就像如果每天叫你5點起床 你頭幾次很辛苦 但你做了一下 其實起一起身 其實都會習慣 日日寫文 一開始真的很不習慣 其實整個過程 真的比自己想像中 花更加多時間 這個圖很熱 這個圖好像沒有出過你的影片 我遲些會再做一條相類似 跟我之前做什麼QE 做奴隸 都有點關係 習慣過後 流程其實快了很多 其實當中真的很多 但五哥也很想跟大家說 但五哥就沒有詳細和大家分享 我相信他有的 不是他想的 但是太忙了 我覺得整個過程 都很想說回自己 每一條片的製作 是有什麼步驟 第一個就是 但是我其實可能逛街 看到某一件事 觸發起我一個思想 我就會有個話題 即有個想題材 我就馬上寫下 有時候回到家 真的會忘記的 那我馬上就要用手機 去Wordpress的網 打我幾個字 提醒我 去想做這個題材 其實我已經收集了 不知道幾條題材 可能十幾二十 甚至乎 五十條題材 還沒做的 很忙就有時間做 其實每一片都已經很難 說得完 那我找資料 那我打稿 那我找資料 可能找回一些數據 樓市也好 股票也好 ETF也好 找回一些資料 想說得好些 打稿之後 打完稿之後 打完稿之後就會 打完稿 還要找回一些圖 因為聽過有些網友說 現在這個 你看到很多圖 如果你有時候 只看文字 其實有點悶 找圖 然後打完 KK卡拉 最後 然後錄音 錄完音之後 就拍片 有些位置不要 就剪掉 那這些位置 其實是你們 觀眾很少會留意到的 看完就算 其實每一條片 我現在開始會留意 其他YouTuber 其實真的花很多心機 尤其是說一句 咳一下 那些真的超厲害 我很欣賞那些人 說完一句 就不想有些空氣 就咳一下 那我就未必做到 那我簡單剪接 那些都OK的 就是一些 不想要的 就剪了 那要加些配樂 在網上找到很多免費的音樂 平時大家現在在聽 現在也有聽到我的 影片也有很多音樂 那想大家看得生動有趣 最低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